所以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忧虑不是在解决问题 反而在制造更大的问题 不忧虑不等于放着不管 乃是不给自己额外的负担 主的话是可靠的 主说不要为明天忧虑 不要为明天有任何挂虑 你不需要将明天的忧虑借来今天当 一天有一天的难处 明天不在你的手中 不要过明天的生活 要过今天的生活 你绝不该活在明天 只该活在今天 陪自己坏条线 我就只担当今天的事 明天的事我也想我也计划 但不去忧虑 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谢给神 因为他顾念于梦 谢字意思是抛给神 即交托与神 让给神 这动词的时态 指明一劳永逸的举动 一切的忧虑这词 指明我们一生全部的忧虑 我们整个人生 及其一切的忧虑 都该谢给主 我们要学习如何将忧虑的重担 抛给神 忧虑的重担 现今也许在我们自己的肩膀上 但我们该将这重担 从我们的肩膀 谢给神 我们要将我们的一生 及其忧虑 谢给神 因为他对我们 不仅是大能公义的 也是慈爱信实的 光凭自己 不能不忧虑 但我们可以把忧虑 谢给神 他很大 他容纳得下 而且他肯帮助我们 祷告完了 就起来 到门徒那里 见他们因为忧愁 都睡着了 就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睡觉 起来祷告 免得入了事用 忧虑使人沉睡 对抗的秘诀就是祷告 我们若要避免落入事用 就需要一直警醒祷告 花一点时间呼求主耶稣吧 心思不纷乱 魔鬼就无计可施了